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陡峭高峻 气势宏伟 所有南天一柱之称 都说桂林山水假天下 或许您并不知道 这句话就出自这里 除了壮美山水 嘹亮山歌 广西还有丰富的物产资源 独特的趣味优势 我们将从这里出发 探访广西十万大山 带你发现壮香的美丽 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壮族歌仙刘三姐到底又来自何方 广西巴马 荣登世界长寿之乡防守 这里有怎样的长寿秘诀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你领略 成歌玩曲的壮香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 是中国南部唯一一个沿边沿海地区 奇特的卡斯特地茂 灿烂的文物古迹 浓郁的民族风情 丰富的物产资源 赋予了这里独特的魅力 而广西最具代表性的名片 当然还得说是 享誉世界的桂林山水 水座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唐代大文豪韩裕 如此形容桂林 而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名片 吸引了无数游客 这里是广西桂林著名的靖江王府 这几天正值十一黄金州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纷纷汇集在这里 去欣赏桂林的美景 在众多游客中 不少人被这方山水所吸引 不辞常作广西人 而其中还有不少外籍人士 南非人汉密尔顿 中文名叫风子英 十年前他偶然来阳寿旅游 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 从此不远离开 他所在的这支国际志愿者服务队 主要负责涉外旅游指引和咨询服务 十六名队员分别来自英美德韩等国 都是杨硕的老住宿 他们是找一个咖啡店 但是他们不知道找不到 不知道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是告诉他们 对 万千名 如画山水 集聚了人气 拉动了旅游 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观念 徐秀珍 原本是广西阳朔月亮山下 一个普通农夫 眼看着外国游客越来越多 他开始学外语当导游 依靠不懈努力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 竟然自学了十几门外语 月亮妈妈名声越来越大 如今 她仅当导游 一年就能挣个六七万 用如此下水捕鱼 这种当地渔民曾经的谋生方式 也逐渐演变成为 广西旅游业的观光项目组成部分 2013年 桂林接待旅游总人数 3584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48.48亿元 占桂林地区生产总值两成多 作为支柱产业 到2015年 广西旅游业收入将占全区GDP的13% 远高于中国旅游业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 旅游业占GDP比重4.5%的全国性目标 广西美甲天下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 令人心存向往 那么你知道这里的如梦山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这里是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七百弄国家地质公园 您或许会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在这地质公园里怎么全是这样普通的民房呢 换个角度 你也许就能感受到它的神奇 在七百弄 这种风丛挖地共有2566个 按照气象部门统计 这里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 储存起来足以形成第二个桂林 可七百弄偏偏是九分石头一分土 连一条地表盒都找不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里属于喀斯特发育早期 石灰岩经侵蚀发生溶解 形成大量天然漏斗 降水经此流入地下 无法在地表积聚 随着岁月流逝 地表岩石完全被侵蚀 地下河显现出来 喀斯特地貌也就进入发育中期 桂林山水就是 喀斯特中期的典型代表 并于今年被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联合国一个权威组织 评出了世界是15条 最著名的 最有文化的 最优美的当初 我们黎江光荣上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 值得我们教的 来到广西 仅仅是欣赏青山碧水 总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还劝了点什么呢 对了 我们还得去听一听 另一个著名的广西符号 中国名片 壮族歌仙刘三姐的山歌 尝尝可泪 这边常来那边后 两公里离江水域当舞台 十二座山峰做背景 这座世界规模最大 最具魅力的天然剧场上 世界第一部山水石井演出 印象刘三姐正在上演 这场演出的主题 壮族歌仙刘三姐 正是最早把桂林 把广西推向世界的人物 1960年 电影《刘三姐》上映 迅速风靡全国乃至全球 刘三姐山歌和桂林山水 就此领扬天下 关于刘三姐的传说 在广西多地都有相关的记载 那么这位壮族歌仙 究竟来自于何方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 广西省立艺术馆 在这里有一位传奇人物 或许他能给我们揭开谜底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黄瓦丘 广西桂林人 50多年前 年仅17岁的他 因出演电影《刘三姐》 而宏极一时 第一次80年 去香港 新加坡演出 哎呦 那种情况 真的 你不把刘三姐 传承下去 你真的对不起这些观众 这些热情的观众 真的很让你感动的 他们排好 插好 都在买票 我们还没到新加坡 在香港演出 那本票都已经卖完了 即使到了今天 黄瓦丘唱响的广西山歌 依旧能让年龄各异的观众 慕名而来 因为我平常特别喜欢看 刘三姐这个电影 因为以前经常在电视上饭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看 五十年光阴荣染 刘三姐魅力依然 民族文化赋予了黄婉秋 当代刘三姐的称号 也促使她将推广山歌文化 当成了毕生事业 如今 尽管已经七十高龄 黄婉秋还在操制着一家 民营演出团体 坚持每天登台演出 继续弘扬山歌文化 她已经是广西的代表了 大家问起来 你走到哪里去出差 听到这广西话 都说你不是刘三姐 那边来的吗 唱首山歌吗 大家一直肯定 就是宜山的 根据黄婉秋的指引 我们来到了广西宜州 在歌仙故乡 等待我们的 又会是怎样的惊喜呢 刘三姐是广西人 勇敢以智慧的象征 而刘三姐歌谣 则以即兴发挥 献编献唱著称 也是首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以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为题 请两位非遗传承人 露了一首 开门开门结售 你会怎么办 马价里来了 我上乡 先下后 马价里 马价里来了 从整民主 复兴路 你要知道 我从 job 马价里 马价里来了 你来了 歌王黄月香告诉我们 广西人对山歌情有独钟 他家兄妹八人 各个都是山歌好手 每年到了三月三 广西各地的歌区 更是盛况空前 比如说他有人过去 我们看见好像是歌手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就这样 发一个这样过去信号 如果他是歌手的话 他的回应一个 就让我们拦路起来 我们就唱了 唱山歌 这边唱来那边喝 广西壮美风景当中 孕育出的山歌 蕴含着广西人浓浓的 灵气和智慧 广西的美景和山歌 这些可能早已被世人所熟知 其实广西为人所骄傲的 还远不止这些 或许你不知道 广西北流陶瓷 出口创会连续七年 居全国同行业榜首 或许你不知道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 墨绿花生产地 把茶香孕育了千年 或许你不知道 你喝的咖啡中 百分之六十的甜蜜 出自广西 或许你不知道 广西残碱产量 位居中国第一 而矿藏产量 更会随时影响 世界有色金属市场走向 十万大山造就了 如画风景 孕育了丰富物产 不过这样的地理环境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也让广西成为了 全国交通路网的神经末梢 依靠骨子里那份 勤劳 勇敢和智慧 广西人把家乡 建设成了国际枢纽 接下来咱们就去一趟 边陲小镇东兴 看看那里的变化 东兴位于广西中越边境 最东端 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 和中国海陆边境线的交汇点 从地域特征到发展轨迹 都是广西的缩影 在东兴做边茂生意 二十多年的陈军 见证了这里的一次次 华丽升级 以前东兴是不是挺小的 很小很小的 我听说好像租一条马路之后 对啊 租一条马路进行 那都是靠边茂发展实际的 穿梭于北伦河上这座大桥 陈军的生意越来越好 东兴也逐步发展为 全国沿边护士贸易区 成交量最大口岸 日前 中国一家银行 更以东兴为中心 首次发布了人民币 对东盟货币汇率指数 这将对中资银行 树立跨境交易 及中越边境地区 人民币业务的话语权 产生深远意义 广西历来都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早在西汉时期 北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而今天 涵盖南宁 北海 青州 防尘港四市 及御林 重索两市 交通和物流的 北部湾经济区 更成为广西发展的双核之一 北湾的开放开发 对于整个中国沿海的 经济的发展和空间布局的完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而且通过北湾的开放开发 对于带动我们西南地区 包括我们的云南 贵州 还有四川 重庆等等地方 带动这个内论 十万大山的子孙 在广西接连创造着发展奇迹 当然他们也不忘初心 竭力保护着滋养他们的青山绿水 这份坚持在广西 又催生出另一段传奇 这会是怎样的一份传奇呢 我们不妨去探访几位百岁老人 或许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谭武祥 广西八马人 今年已经102岁 1929年参加革命 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这位老兵至今身体硬朗 生活完全自理 同样102岁的蓝灭粪 更是眼疾手快 干起简单家务活来 不比年轻人逊色 八马是世界五大长寿乡之首 目前健在的百岁老人 有87人 而90岁年龄段的老人 更是多达814人 生活基本都能自理 那么八马人的长寿秘密 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奥秘就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 聪裕的大山 优质的水源 充裕的富氧离子 持续位居全国前列的 生态环境质量 造就了长寿传奇 也成为了广西一张 最具竞争力 最有吸引力的名片 在矿业基地崇佐 有中国最大的白头夜猴保护基地 在繁忙港口青州 有全球最健康的 中华白海豚种群 即使是占了广西工业 比重四分之一的 老工业基地柳州 也荣获了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殊荣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对矛盾共生体 广西人则凭借着 过人的智慧和长远的眼光 化解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其实广西人这份智慧与眼光 由来已紧 建造于2200年前的林渠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道源泉雀两只 右为香水左为梨 我现在是在世界著名的 古代水利工程 新安林渠 林渠的大小天平 将香江水一分为二 左边的三分水入南渠到梨江 右边的七分水入北渠到香江 神奇地把长江水系 和珠江水系联系在一起 林渠是世界最早的水渠式运河 拥有世界第一座船渠 斗门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沟通两大海洋系统的水利工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老挝之间的合作 以及贸易的扩大 能使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 都有进一步的扩大 作为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 新加坡的代表 在航运界打拼了三十余年 有着新加坡船王称号的张松生 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展会 站在钻石十年新开端 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越办越成功 以后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合作加强 通过这些商家之间的合作 增加国与区域之间的互信 我们是面向东南亚 我们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 有一口号 叫做十加一大于十一 这个效果非常好 19亿人口 GDP接近6万亿美元 中国东盟自贸区 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作为这个具无霸经济体 交流合作的通道和桥头堡 广西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获益匪浅 东盟已连续13年 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沉歌玩曲 山水如画 今天随着撞香广西的再度腾飞 刘三姐那首 只有山歌近亲人 也已经有了新的版本 多谢了 多谢四方中相亲 我既有好茶饭啊 更有山歌近亲人 呀近亲人 走遍八贵大地 领略无限风情 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广西的东大门吴州市 这座北回归线穿过的城市 自古被称作两广烟喉三江总会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就是离江西江的交会处 颜色尽未分明 称为当地一己 从这里顺流而下 只要20多公里 就将进入广东珠江 珠江西江经济带 是广西未来发展的 双核战略之一 立即成为国家战略 随着中国东盟合作 进入新的钻石十年 海上丝绸之路 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 快速发展 广西未来 一定会让更多人 为之骄傲 会让更多人 心持神网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节目 再见 翻山越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一句 唱歌 就算一句 都留下追梦的足距 祖境 祖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